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在金属和非金属的氧化课程当中 还记得金属燃烧的实验吗? 我们可以观察到 不同金属的燃烧容易程度不同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呢? 是因为不同元素的活性不同 在此,你大概会产生新的疑问 什么是活性呢? 照致命解释,活性即为活泼性 活性越大,表示越容易跟其他物质反应 与氧反应会越剧烈 活性越小,就表示越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反应 根据与此,你来回答一下 在金属燃烧的实验当中 对氧的活性大小该如何排序呢? 另外,你也可以想想 你的同学当中是否有人活泼热情 有人害羞腼腆 有人大方直率 有人温柔文静 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质 元素也是一样都有自己的特性 这世界也因为集合了各元素的丰富特性而多彩多姿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活性大小相依的元素特质 和在生活中的应用 活性大的金属元素容易跟水发生剧烈的反应 且在空气中容易氧化和失去金属光泽 所以我们会将此类的金属像是钠或钾 储存在石油米当中隔绝氧气 若是活性小的金属 较不易于氧气反应 所以容易保持成元素的状态 例如金和薄 常常被拿来当贵重装饰或传家宝 就是因为它们的特性非常安定 容易保存 不过狐狸猫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件 它发现家里新买的白铁桶子 是在铁表面镀上一层心 但它回忆起它所学的 新的活性比铁还大 按理来说 新比铁更容易氧化 那 难道狐狸猫真的遇到无良商家了吗 为了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来做做实验 将铁粉加热燃烧时 会产生黄绿色的火焰 铁与氧反应后 在表层会产生氧化铁 现在我们移开火源 铁会停止燃烧 如果用碳针挑开铁的表面 燃烧又会继续发生 是因为铁虽然是容易氧化的物质 但氧化铁是质地致密的化合物 表层的氧化性可以保护内在的物质不被氧化 因此狐狸猫买的白铁桶子 并非是无良商品 而是有科学根据的坚固桶子哦 最后 非金属元素也有活性的差异吗 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 请选出最适合的答案哦 瓦斯兰烧和铁神秀 需要活性较大的氧气参与 若是需保存食物或是物品 则需要用活性的小氮气 因此在金属之间也有活性的差异哦 又到了课程的尾声 来为各位整理一下 活性是物质容易反应的程度 活性越大就越容易与其他物质反应 反之亦然 最后给你个小问题来想想 珠宝皆发生大火 钻石店和金属店谁的损失会比较惨重呢 欢迎你来回答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